AD又被爆出大瓜 这次直接将AD四位挂牌的老选手中 三位的挂牌价格标出 看了之后感觉真的是五位杂陈 最近AD大瓜已经被爆的差不多了 八九不离世不会有什么大变了 毕竟无风不起浪 大家都在说的一件事 也是俱乐部想告诉大家的 除了让粉丝们有个心理准备外 被挂牌的选手们也得到了宣传 而这次有挂主直接爆出了他们的价格 结合一些之前的消息 小赵哥就来说说这三位有价格的选手 边龙阿泽挂牌400万 失去了WE老安爹和RW霞 大约初晨挂牌650万 中路骁远挂牌200万 与DG苍苍可能NBW 其实初晨与买他时的1000万 如今挂牌650万 属于是亏到了姥姥家 毕竟从买回来后 AG的成绩就一直下滑 虽然不能全部都让他来背过 但当时从超级拉垮的ETGM转回过来 已经出现了巨大的争议 谁能解释这曾经1000万是谁定的 又是怎么定的呢 不过如今就算650万挂牌 据报还是无人问题 这就很尴尬 G的队友阿泽却恰恰相反 400万的挂牌价对于阿泽的口碑来说 已经不低了 但他却让很多俱乐部感兴趣 虽然阿泽没有在AG多冠 可他的产篇以及关羽玩的都还不错 拿过国艺马超 只是在赛场上没有打出效果 不知道如果转回后 会不会与西战队发生化学反应呢 最后就是AG的老将忠单孝勇了 他背报只挂牌200万 说实话这个价格虽然有点少 但对于孝勇在AG一路的表现来看 也就值这么多了 选手拉好严重 是身价减少的最大原因 而且还不一定有俱乐部样 巨豹如果卖不出去 很可能与DG汤汤 转回货逐渐到主播烧牌的NBW战队 与曾经AG的七年再次成为队友 不过去了别的战队 会发光发热也说不定 而这也都是挂牌价 期间还会有大的变动 转回成功的话 也许价格比这个要低很多 反观如果阿泽在多家俱乐部 私讯顺利的话 被疯抢价格太高 也不是没有可能 同时下赛季 首发边路一安几乎板上定定了 因为最近九成五牌 与一四大一队撞车时 无意间的一句 没事下集赛 让他们看看你的风采 似乎失随了一安的首发 不过说的再多 准确的消息 还得以俱乐部官宣为主